英国伦敦国会大厦的保安出现疏漏 一名男子被发现在大厦的屋顶上游凳 惊动了警方和救援人员赶到现场 伦敦警方在当地时间星期六傍晚接获通知后赶到现场 消防人员和救护人员也随后抵达 有媒体拍摄到救援人员上了国会屋顶 也有报道指男子情绪平稳 不时会低着头看着围观的民众 警方目前还不清楚男子如何擅闯大厦屋顶 和他这么做的意图 而美国白宫也发生安全事故 所幸是虚惊一场 白宫附近在当地时间星期六早上忽然传出一声巨响 导致周围一度封锁 事发时总统奥巴马和家人正要离开白宫 飞往阿拉巴马州 经调查发现 巨响来自附近流动摊贩的首推车着火燃烧 火势很快就受到控制 特工处也表示没有安全威胁